房子是人们生活必需品,无论是买房或租房子住。 刘陈认为,住宅居住属性和市场投资价值被无限放大, 研发全民投资炒房是推高房价和房租的主要原因之一。 全国房价值涨不跌数十年,房地产市场暴力持续凸显, 导致社会实体产业逐渐空心化,高房价和高房租叠加,推动社会生活成本全面提高。 导致社会低收入群体,既卖不起房,也租不起房生活不堪重负。 2018年7月,北京房租同比涨幅20%,广州、深圳房租同比涨幅分别是30.7%,30.5%, 上海房租同比涨幅16.46%,成都房租同比涨幅31%以上。 刘全认为,全国房价持续上涨38个月,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全力收紧, 市场投资炒房受到阶段性抑制,社会大量资本投向住宅租赁市场, 并推动房租大幅上涨。 全国房价升高,推动房租普遍上涨, 社会低收入群体交完房租之后所剩无几。 刘全认为,全国房价值涨不低,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扩大, 住宅是生活必需品,及社会稀缺资源。 必须通过立法限制购买住宅数量和遏制投资炒房。 讽则,房地产市场必然成为暴力行业长期无法改变, 之前房价持续高涨,至少房租较低还能够承受。 现在高房价已经掏空购房者财富,高房租赶走城市穷人, 家居全民们为高房价和高房租打工的节奏。 刘全认为,房地产市场是经济增长支柱产业, 也是地方财政和创造利涉的主要支撑, 高地价与高房价意义矛盾无法解决。 房地产调控主要目标是维护房价平稳上涨已经明确, 房地产投资炒房不受限制。 必然推动房价和房租上涨。 房地产调控房价越调越高, 而房租调控政策并未出台。 高房价引发社会焦虑, 高房价踏空购房者财富, 高房租赶走城市穷人。 创作2018年8月24日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!